我們英雲訊報跟阿伯直播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湯力圈目前的位置在紐約 大家有看到我是在船上 剛好繞過的自由女神 自由女神就在我們的畫面上 來到紐約可以說是自由女神 是大家必來看的一個景點 我們也知道自由女神是法國 然後送給美國的禮物 這一次到紐約 要來到自由女神的這個島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也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 現在的安檢相當的嚴格 比照式機場的規格 讓大家知道一下 當然大家對愛麗絲島 自由女神所在位置的這個島 可以說都是充滿的這個期待 那關於自由女神 這一個雕像 它是在1886010月28日所落成的 那如果你要來到自由女神的這個位置 要到Pattery Park 中文翻成炮台公園 然後買票依序進場 也有人說可以做這個燈 它是太登島的這個渡輪 它本身是免費的 那記得Tony Chan也會親自體驗 然後再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也看到 來到自由女神的背部 這個是記得Tony Chan 我們環遊世界 105天 來到了我們美國 紐約為你做的採訪報導 我們的節目呢 在Upper 直播之後呢 我們也會在YouTube 歡迎觀眾朋友 進YouTube 來更加了解呢 Tony Chan這次105天 坐郵輪隨行環遊世界 所採訪的主題 那我們看到喔 這個船上呢 也很多的這個遊客喔 這就是Family 哇有看到這個直升機 再請大家告訴大家囉 來呢美國紐約必來訪的 愛麗斯島自由女神下 嗨大家 哇 他們這個老師呢 現在呢 直接來到呢 The Liberty of Statue 自由女神的前面了喔 我們的攝影師呢 也把呢 自由女神的這個五官呢 然後呢 抓鏡頭給我們觀眾朋友 那讓她知道 自由女神所在位置呢 叫愛麗斯島喔 然後呢 如果大家過來的時候呢 從曼哈頓喔 您坐呢 這個綠色的捷運 到呢 Bowling Green 然後呢 再花呢 25塊船票呢 就可以來到呢 這個愛麗斯島了喔 我們知道呢 自由女神呢 她呢 她呢 是呢 放過送給美國的一個禮物喔 然後呢 呃 落成的時間是在18860的 10月28日 那 在這個自由女神所在的位置 愛麗斯島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船隻呢 游輪呢 也相當的樂弱喔 然後呢 海鷗呢 在海上飛翔 可以說呢 是非常美麗的一個景色 自由女神呢 紐約呢 我們 最不能忘記的就是呢 自由女神像呢 帶給我們大家最主要的意義 就是 自由 也希望呢 我們現在享有自由的好朋友們 我們要好的珍惜這一份自由 也祝福你們囉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們呢 在的自由女神呢 做的採訪報導 很快要接近尾聲了 這邊呢 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看遠處呢 有那個橘色的渡輪喔 那個渡輪是免費的 叫十泰登島的渡輪 那如果做渡輪呢 同樣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喔 但是呢 是沒有辦法登島 讓大家知道一下啦 那 我們登島的話 就這些 Statue City Cruises 他們呢 在服務的 也讓大家知道 那我們呢 在自由女神屋裡 做的採訪報導 就到這邊囉 謝謝 掰掰 我們先走了 請問您 這邊 啊 這邊 請問 加費 旅を 請問 有嗎 請問 柳 21 零 可以 請問 請問 чт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